在OpenAI所发布的Sora展现出强大性能的文声视频模型后 Stability AI公司也坐不住了 就在前几天 视频生成模型Stable Video Diffusion SVD 发布了1.1最新版本 之前1.0版本只能图像生成视频 现在它可以实现利用文声视频 目前在他们的社区展示作品区里 可以看到无论是使用图声视频还是文声视频 模型的整体运动幅度显著增加 之前很多内容只是通过运镜的方式 让图像动起来而已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现在的模型真正理解了内容的含义 另外在生物和人像的运动方面 SVD 1.1版本模型的表现也有了很大提升 人物不再是静止的图片 而是能够进行相应的运动 并与其他环节元素进行交互 我们来看看Stable Video一些常见问题 目前他们在封闭测试期间都是让用户免费使用 虽然说是免费使用 但你生成的视频还是需要用到Credits算力积分 现在暂时每天都会有150个算力积分 然后使用图声视频 每支视频需要10个来生成 如果使用文声视频就需要11个来生成每支视频 假设用完免费的 你也可以付费购买更多的算力积分 最低10美元就有500个算力积分 预计可以生成50支视频 现在我先来测试使用图声视频的方式 这里有说明为了获得最佳效果 他们是建议你上传的图像分辨率为1024x576 576x1024或768x768 那我使用了Leonardo AI的图像工具来生成一张充满未来感的赛车图像 在上传照片后 SVD给我们自主地去设置相机运动 让我们可以在生成视频时控制相机的运动方式 从而为我们的视频增添趣味性和动态感 目前这些相机运动功能 有可以设置锁定镜头或选择相机抖动 让你可以模拟手机摄影镜头效果 又或者选择倾斜拍摄 让你拍摄高处或低处的景物 这里每个功能你们可以逐个测试看看 但还有部分功能还没完全开放 另外它也有更高级的设置 比如有种子设置 利用不同的种子会产生不同的随机结果 步数 让你控制着生成视频的质量和速度 还有这个运动强度 让你控制着视频中相机运动的幅度 加大数值就让你的视频动态会更多 确定你的设置后 点击Generate就能开始生成视频 在生成过程中 它们会展示社区的视频作品 让你可以参与进行投票 整个生成过程大概是用了两分钟时间 从生成结果来看 现在SVD也是暂时只能生成4秒的长度 不过画质很明显已经比上一个版本有许多提升了 接下来我们来尝试纹生视频 目前这个功能运作方式是 你需要给它一个提示词来生成一张图像 之后它才能从图像变成一个动态视频 那我会输入一辆红色超级跑车 在纽约街头赛车的提示词 这里有一些设定 点击可以选择画面比例 然后点击Style的话 可以选择一个视频风格 之后就可以点击Generate 不到60秒 它已经生成出4张图像 那你只需选择一张你满意的图像 点击后就能像刚才那样 来设置你的生成视频内容 目前虽然SVD的纹生视频的质量 无法与Sora所演示的用力来相比 如果Sora也没有造假的话 但是我们能看到 AI生成式视频将在未来这几个月 一定会带来了一个全新创作视频体验 我们敬请期待 最后给大家展示看看 Stable Video的社区会员 所生成出来的视频效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